纽约美食日记 我是很高兴去秋游的阿渡 我是享受秋游的大学 嗨 我是跟着一起去秋游的小豪菜 我们现在在哪呢 这是Povidence 罗德岛 然后 我们现在这是什么地方呢 是Fedder Hill Fedder Hill就是 罗德岛的 罗德岛的当趟吧算是 然后意大利区 看到路中间的条件 在道路上那种感觉 因为这个是很传统的意大利区 这个Povidence 所以 街上都是意大利餐厅为主 然后 很多意大利的元素也都在这 然后 现在这个 这条街也都整个变成 围起来的 围起来 应该就是给你就是 outdoor dining了 然后 今天我们吃这个呢 就这个 今天吃这个 安迪诺 安迪诺 这是一家 应该是有年头的老店了嘛 是吧 是呀 是呀 看一家菜单啊 好嘞 我看好了 我选好了 已经选好了 所以这个 因为罗德岛消费没有特别高嘛 所以感觉就还好 价格还ok 老板付得起 这个是标配的面包 这个应该蛮硬的那种面包 然后那个意大利的嘛 意大利的下面好像是大蒜嘛 是蒜 是蒜在下面 然后 那个油好香哦 这个油 来 就它是油 应该是橄榄油 是橄榄油 我闻一下 闻一下 是橄榄油 是哦 对 橄榄油 今天气温好冷啊 本来的话 我是没有这件长袖的 本来我是想说是穿一个抹胸型的长袖 在太阔的意大利街嘛 但是太冷了 扛不住 对 扛不住 看你们自己要吃什么 因为我喜欢蘸那个黑胡椒嘛 哦 可能味道 我也试试看 我们也试试看 就整个罗德岛那个年龄层都偏大了 嗯 可以看得出来 嗯 罗德岛没什么年轻人了 包括你 其实你走在街上哈 在门口坐着的 嗯 都是白发 通通的老人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过也有很酷的那种大叔 满身 满身的 就对了 哈哈哈 就大多数 年轻人就大学毕业之后就 因为这边大学特别多 嗯嗯嗯 然后都是在这边念书的年轻人 好像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设计学校 对吧 然后有一个 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长青藤的是布朗嘛 哦 就一个长青藤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全美顶级的设计学院 嗯 然后还有全美顶级的那个厨艺学院 厨艺学院 嗯 就是 哎对对对 新东方 看一下看一下 哈哈哈 就反正 如果你看FoodChannel的话 嗯 有蛮多就是这个学校出来的 嗯 所以说我不是学这个厨艺专业的 但那是我母校 哈哈哈 他是从那个新东方出来的 哈哈哈 新西方 哈哈哈 今天今天有个地头蛇 带我们到处走走吃吃可以的 可以可以 至少 先说一下啊 就是店里边是不允许我们拍的这家餐馆 嗯 而且很严肃 嗯 而且很严肃 大概大家看眼神就知道了 嗯 这是意大利区 对 意大利人区 然后为什么后来我们能拍的呢 就我们只拍我们自己 然后我不拍餐馆里边 而且我们是在外面嘛 嗯 对 我们说是拍食物嘛 对 然后他看了一眼我 觉得嗯 自己人自己人 哈哈哈 我指一下 自己人自己人 哈哈哈 给你拍的给你拍的对吧 因为 这边就都是那种传统意大利移民嘛 嗯 然后 他们要求食物就是比较正宗的意大利餐 就不像纽约那种就是 会经常和各族一混过 嗯 这边混的不多 聊传统的那种很纯粹的味道 所以我挺喜欢这样的 嗯 简简单单的 然后你看这边 所以意大利人牙都好嘛 哈哈哈 因为很硬 哈哈哈 然后你看这边那个 嗯 人也都是就是 风格很像 就血统很纯的意大利人 对 血统很纯 嗯 就你气质都是意大利风 嗯 而且大家待会我们可以拍一下 就马路中间 嗯 西大利国旗那个 嗯 那个 嗯 那个 好有意思啊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这里非常 这就是我的地盘 就是一进来就是意大利人区 对 跟纽约那一个意大利街 真的是很不一样 纽约的意大利街 有点唐人化了 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占领了 对对对 这里真的是意欲风情啊 我很喜欢 嗯 这边那个人 因为不能拍嘛 嗯 我们镜头对面有一个大哥 正在打电话 嗯 就看那个气势啊 就是 吵架了 一看一看就是意大利人 就吵架了 但是 但是看那个气势吧 就好像是黑帮在安排那个 下一个项目 干掉谁 哈哈哈 就垃圾回收处理 垃圾回收 在那个在做那个 垃圾处理的事物 嗯 大哥打电话就能感觉 他的气场很强 大气刺了 带金表 是个大金表哈 就真的就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好想配上教父的那个音乐 但是 打利不允许 YouTube应该是不让 as the polish 刚那个美女说的 as the polish 因为毕竟 我就老感觉对面大哥要安排我们 哈哈哈 不要聊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前菜 这个意大利饺子 里面是直式的一个 然后 这是配的红酱 里面是有龙虾吗 后面那个词怎么来着 应该没有吧 我点的应该不是那个 是鸡汁在里面 跟着我家来 特别是鸡汁 所以这个是鸡汁 就是用他们店命名的 应该就是本楼特色 本楼特色 这个是我点的 鸡肉 然后鸡肉 然后鸡肉 就是那个什么菜 然后鸡肉 和那个 鸡 羊鸡 还有它的那个活着片 还有他们的甜椒 跟他们的那个鸡 Thank you 我点的是这个 然后大雪这个呢 也是个特色菜 对 其实菜单上没有 对对对 是那个Viu的那个肉 就是实际上就是 Sausage在里面 实际上类似于什么呀 就类似于那种分子料理 就把那肉打碎了 然后重新组合 对对 然后配蘑菇 它这里有放酒 所以闻起来特别有酒香味 酒香味 这是杜哥大餐 对 配的那个 卤笋 卤 番茄 里面是什么肉我都忘了 鸡鸡 哇好嫩的肉啊 好嫩哦 你看这一块 你放下这一个 不这是Bacon 是Bacon吗 是Bacon 对 哦 我配的是Pasta 这是鸡肉 对 我们就不要 先总结一下 然后我们再继续吃 蛮好吃的 整体上来说 嗯 我觉得如果是外出 然后开了很久车 然后要说要来意大利他们逛一圈花 这家我可以去 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 因为我找了几家嘛 都觉得我们在纽约也可以吃到 没必要来这里吃 看起来和纽约都一样能见得到的东西 但这家呢 我们点点的头台还有三个主菜 都都都满满满意的 摆出来了 嗯 这都摆出来 警察也都不知道那什么 这都是意大利的餐馆 一条街都是餐馆 一条街 然后这个 也不知道再看的有没有我的同学 这个Cecilius 这个以前我们是念书的时候经常在这家吃的 好牛是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诶 哎呀呀呀 因为因为这家物美价廉嘛 学生就比较 给本多兄弟 然后 对 民理超市 嗯 哦 哦 911 可以 难过的 警察人家就要进去 那个棍法人家就要去 那这边呢 可惡 是 您有什麼事情嗎 我們在星期中成為星期 dr.中午 我們開業道全家的地圖 所有餐館都備了 有他們的建設 有看他們的聚是這些 會同樣的地方 星期,星期,星期 好帅啊,我看到警服,我就算不了了,他好帅啊 所以我们现在录制时间是9月11号嘛,911,然后今天是周五,下午,然后他们也都是刚开始,刚开始在弄 对,你给我们拍一下那个911不能停车 然后这条老街呢,就是好多,至少一半都是意大利餐厅的 对,他已经封住了,然后周末可以enjoy他们weekend,宁静的小趟 对,就舒服舒服,我现在觉得散步在这里很舒服,就有阳光 而且,就主要是这边就比较,节奏比较慢一些嘛 对,所以出门就年纪比较大了 嗯,就这个镇上,但凡你要看到是个年轻人的话,就一定是在这边上大学的 对,或者是来玩的,游客 嗯,这个中餐厅 这有中餐厅,这是很多,很多我们在这边念书的华人学生的一个回忆了 哦 哦 这,都在这边,大多数人在这边打过工嘛 嗯,但是我没有,因为我太笨了 浪费的时间是吗? 哈哈 嗯,好久哦 那年轻人打工还是学生在 嗯,一看就是学生 嗯 嗯 哦,那个音乐啊 嗯,就你看 罗德岛,整个罗德岛,它那个高速出口 罗德岛整个高速出口就只有30个 哇,这里好好看哦 然后它这个30个,我们就这么过去就好了 嗯,然后它这个 哦,好想坐在这里哦 哦 饼家 哦 哦 这里看的就是,这里 这里 哦 哇 我还没记得叫爱心情呢 哎,我也是 原来是梅花 哎,新月月草 但是我们是月草辣椅啊 你要死月吗 鲜的在鲜的那里 哦 哦 哦 好软正哦 哦 哦 好软正哦 哦 好软正哦 好软软正哦 哦 我给你拿着鲜的鲜的鲜的鲜 我给你拿着鲜的鲜的鲜的鲜 鲜的鲜的鲜的鲜 开始 哎,开始 所以这家呢 就是在 这个 这个 这个意大利区 最出名的一个 甜品店 这是 非常有历史的一家了 这个 我 我十多年前在这边念书的时候 就已经成名了 啊 啊 这边 这个甜品店也没让 那什么吧 我给你拿着鲜的鲜的鲜 所以你要什么 所以你要什么 这个鲜的鲜的鲜的鲜 那是我的最喜欢鲜的鲜的鲜 那是很棒的 我给你拿着鲜的鲜 鲜的鲜的鲜 鲜的鲜 鲜的鲜的鲜 鲜的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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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可以吗 是 它那个香气的正哦 哦 哦 这个 是不是香的 谢谢 谢谢 其实这开始有点意思 里面是塞的 全是巧克力的 哦 哦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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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包装 它贴的是三十五年 GREGES DESERT 伟大的鲜 我来的时候是 1983年 我是零五年来的嘛 还是十五年前 它这1983年就有的了 对 杜哥 的 巧克力 巧克力 这个应该巧克力慕斯那个 巧克力慕斯没错 OK 这是杜哥的 你就打开去吃啊 这个是Tinamisu吧 耶 那这个是我的 Tinamisu 它是倒过来的 感觉比那个 那什么的大 这一片多一点 对 我这一片是 old fashion coconut cake 它有一股 那个 酒味在里面 那个 朗姆酒 对 朗姆酒放在里面 然后 不是很甜 不是很甜 然后 也不是很重的那种 巧克力味的感觉 就刚刚好吧 我觉得一切差到好处 和它的coconut味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偏甜一点点 我就稍微偏甜一点点 第一口还好 对 但是那个coconut上面 它那个 丝是在上面的 丝还好 主要是它的queen 有点厚 它的都是很厚 有点甜 但是我觉得Tinamisu 我觉得口味刚刚好 刚刚好 然后 然后 那个 我认这家 我认这家 真的 你觉得这家好 我觉得这家好 Chelsea Market里面 它都是 冻成冰之后 然后再 解冻 解冻 然后全部基本上是融掉 摊掉像果冻一样了 哇 但这种呢 你就会有一种 一个蛋糕的棉花 还有在它的巧克力的上面 我觉得很好吃 对 有一种你明显的一种复合口感 一个嚼的一个劲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更是理想型的提拉米苏 我觉得 有对比是吧 就是 这么多年下来呀 就这个 可能是我当 当时 年少啊 心狂不懂 不懂得欣赏 当时就觉得 这提拉米苏蛮好吃的 然后 再出去 美国其他地方 就没吃过 能跟它比的提拉米苏了 嗯 然后就有点后悔 当初没太珍惜嘛 嗯 然后现在你再让我吃呢 就是也是好吃 但是没有当年的一个经验的感觉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 你当初没吃过很多很好的 哎 对 口味单纯 哎 像现在这样炸鸡炸发吃多了 哎 对对对 所以你有比较了嘛 哎 就觉得不经验了 对不经验 好吃 但不经验 然后酒味很重 对 酒味很重 嗯 就味道是对的 对 而且我是觉得相对比很多 你去吃外面的 其他人 大家是OK的 哎 对对对 是纯正的 哎 然后 嗯 这个蛋糕奶香味很重 所以总体来说 我觉得你是 我们三个点的好了 你的排名第一OK 第二是吗 我没吃它的 你吃吗 我吃一口它的 这很正的巧克力味嘛 这很浓一点 可口 嗯 嗯 我感觉像吃巧克力冰淇淋 对 你这个呢 像吃慕斯冰淇淋 对 它那个有奶有巧克力 又有酒在里面 就复合起来 你没有说那么单一对吧 所以说你吃起来的话 你会觉得口感稍微好一点点 但巧克力 你真的是要那种 真的很爱巧克力的人去吃这种 你就觉得哇 就这是我想象的感觉 因为很纯 嗯 超纯的 所以这家 这家是叫什么叫 叫 叫 Besi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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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这家 嗯 太甜了 我再拿一口它那个 昨天是苦 其实 哦 苦的我喜欢哪 它甜的甜的就苦了 你知道吗 如果是甜到苦我喜欢的 你要吃它下面那块黑黑的那个 你试一下它那个黑黑的 对 整一块它就是巧克力在下面 好了 够了 这家也是 就是华人游客会打卡的 对 你看好多人打卡 我们要说一下吧 纽约美食日记 我是吃饱喝足的阿渡 我是纯齿流酒香的大学 我呢 是吃得非常开心 也要很满足的小糖菜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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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